哈喽大家好,我是主委轩Jesse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为什么爱情长跑会失败 我认为要维持一段关系是很困难的事 不是说只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就好 那更何况是爱情长跑的两个人 说真的啦,在我身边 真正经历好几年的爱情长跑 最后走入夫妻的情侣 我目前还没有看过 但是我的朋友身边是有那一两对啦 大家也应该明白了 就是就算交往久了 似乎也不会真的走到最后 我其实不是觉得爱情长跑一定会失败 而是当双方没有同样的决心 同样的共识的时候 是一定会分开的 那只是迟早的问题 所以就算那样的两个人 不小心成为了夫妻 未来也只会离婚 那我希望提醒那些 经历了爱情长跑后 难道你还要再浪费另外一个十年吗 你提早发现你们不适合的这件事情 你提早发现说对方不是那么珍惜你的 让你可以尽早离开这段关系 你应该要觉得很高兴的 那我这边也想要谈谈那些爱情长跑失败啊 会是有哪些原因 好第一个我想有可能是对方在选择某一个人的时候 他当时并不是那么喜欢对方 那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很像是身边没有更合适的人 而那个人正好出现 那我可以试着跟他交往看看啦 我觉得在谈恋爱里面最要不得的就是这种 我可以试着跟他交往看看 或者是他勉强OK啦 相处看看好了 真正会让你觉得有热情的爱情应该是 就是他了 我得跟他在一起 我想要跟他生活 是应该有这样子的热情才对的 而不是 虽然不是我喜欢的菜 一旦我将就一下好了 这样子的心态其实是很难认真的去经营一段关系的 而且一旦对方出现一些缺点 你就会去放大他 甚至在有新的对象出现的时候 当就的那个人就会马上移情别恋了 第二个就是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其实想要找一个有经济能力 或者是有勤俭持家的能力 或者是他喜欢跟他一样强势的另外一半 总之就是他没有搞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 喜欢的是什么 然后就糊里糊涂的跟人家在一起了 那这样的情况等时间一拉长 他就会发现说我们两个是不是没那么合适 其实不合适这件事情 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说 我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讨厌的是什么 那就不会再交往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才发现了 在开始一段恋爱以前 你没有想清楚 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 第三个就是懒得去维持新鲜感 我觉得这个是很常见的原因 毕竟你们每天都会看到对方嘛 会认为说对方对你的好付出啊都是理所当然的 而那些你曾经崇拜的优点啊 如今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特别了 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子的 会慢慢的去习惯一件事 不论是好的坏的 所以当你在恋爱的过程中 发现对方总是一成不变 政治没有像当初那样的吸引人了 那就会慢慢的失去对他的那种爱情的感觉 我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 我觉得这种情况最常发生在哪一种情侣身上呢 就是当初因为外表而被吸引的那种情侣 像是我觉得那个女生很漂亮 那个男生很帅 所以我跟他交往了 我喜欢他是基于他好看的外表 这样很危险的原因是 因为外表这种东西是会随时间凋零的 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好看的人会越看越不好看 因此长得丑的人不用担心 没关系你也会越看越不难看 我们就真的是很容易去习惯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今天认为你的外表就是你的吸引力 那你们之间爱情消失啊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所以为了预防这种情况 我真的极力建议 就算你今天有另外一半了 你还是得去学新的东西 常常让自己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 就是你今天外表可能就固定了 或者是会越来越差 但没有关系 你的思考方式或者是你说话的想法 你肚子里面有的知识 是会让人家觉得你越来越有魅力的 今天就算你头突了变胖了 对方还是会觉得说 你有不同以往的魅力 好第四个 就是某一方的定力不够 这样子的情况常常出现在怎么样的人身上呢 就是那种优柔寡断的 常常要想很久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那种人 因为这样子的人其实说真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遇到新的诱惑 又不会坚持住自己的立场 才会马上就栽进去了 而且他会觉得 遇到新的诱惑 就表示自己有更好的机会不是吗 那么我干嘛要坚持在旧的人身上呢 他完全忘了爱情的本质是什么 好啦以上就是爱情长跑会失败的原因 大家这样子听下来应该也有发现说 其实十之八九就是人的问题 说真的啊距离啊时间啊那些啊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今天你知道说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确定说跟这个人我是想要一起走到最后的 那今天不论你们谈了几年的恋爱都会像初恋一样 都不用担心爱情消退哦 好啦我是左宇宣Jesse 希望今天的主题有帮助到你们咯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喜欢我这次的影片吗 记得帮我分享和订阅哦 一定要打开你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我出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啦 那要是你有任何的意见想要告诉我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关于我的事情 欢迎去追踪我的Facebook还有Instagram 好啦我是左宇宣Jesse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by bwd6 我讲下 whatever 干杯 Cheers souven 连妹 诱会